卖火柴的小女孩 今年的最后一天 在寒冷的街道边 孤独地行走着一个小女孩 她穿着一个破烂衣服 一双不合尺码的小女孩 一双不合尺码的大拖鞋 挽着一个装满火柴的篮子 圣诞欢乐的节日里 大家都忙着买各式各样的礼物 无人问津她的火柴 她只能绝望地喊着 卖火柴呀 卖火柴呀 她在大街上已经赚了一个上午 一根货柴也没有卖出 一个铜板也没有收到 正当她绝望地行走着 房间里冒出的亮光 吸引了她的目光 她透过窗子往房间里看 桌子上堆满了各种好吃的水果 糖果 室内也装饰着圣诞树 妈妈正在给孩子准备圣诞礼物 一派欢乐的过节气氛 营造在这间房子 看到屋内幸福的场面 小女孩想起自己将要死去的妈妈 流下了眼泪 她意识到眼泪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 于是她擦干泪水 浮起勇气向路人走去 阿姨 你买一根火柴吧 但是 路人买完节日用品后 纷纷匆忙地赶回家 没有人注意这个 路边可怜叫卖的小女孩 突然 一辆马车冲出来 小女孩赶忙躲闪 匆忙间她的拖鞋飞了出去 小女孩飞快地向拖鞋奔去 这是妈妈的拖鞋呀 我的妈妈还等我回家呀 白色的雪花 落在小女孩金黄的头发上 屋子里 时时传来欢声笑语 还有食物的香味 小女孩饿得肚子咕咕叫 但是她不能回家 没有卖出火柴 就没有钱给妈妈买药 雪越下越大 小女孩饿得走不动了 就坐在厚厚的鸡血上休息 她点燃一根火柴 想要把自己弄暖过一点 但是火柴很快熄灭了 她又滑了一根火柴 仿佛美味的食物 沉浸在眼前 可是火柴又熄灭了 小女孩不舍得再点燃火柴 但是她太冷了 点燃了第三根火柴 她看见了灿烂的烟火 她用手去捕捉圣诞树上跳动的灯火 火苗熄灭了 她再次点燃火柴 如光汇聚 升起成一颗颗闪亮的星星 火苗熄灭后 她在新点燃的火苗中 看见了已经过世的奶奶 她哭喊着奶奶带走她 结果 西黑一片 迅速代替了她和奶奶相聚的兴奋场景 天亮了 天亮了 雪停止了 太阳光 不照大地 但是 人们在荒阳的街角 发现了一次的 卖火柴的扫桃 你喊着微笑 天亮了 天亮了 天亮了